開始 大家好,這裡是宜蘭縣的東奧純鳥林海灘 哈囉 我們剛去那個漁港買了魚 漁港在這裡 然後我買了這些魚 太重了出來 有一些鬼頭刀啊 什麼鮮魚之類的 水 這邊還有這個 刺破魚 還有刺甲魚 那我們現在開始來處理魚 好,現在還有一個 嗨,我是啦啦隊 耶,好 好,那我們就來開始啦 首先 因為今天忘了帶剪刀 所以拿刀子 從屁股進去 然後 沿著這個上來 腳踩也不會打得割破 然後往前 然後把刀出來 肌肉也不會割破 然後 接下來再把肚子那邊清出來 然後還有塞 鮮魚 這鮮魚太血腥了 不會啊,他到時候 好像殺人兇手的感覺喔 他到時候天了 而且鮮魚一直滴在石頭上 對啊 然後我發現他胃裡還有東西 你要不要照一下,他現在手上拿那個紅紅的感覺像兇手 那我是外科醫師好不好 他裡面有這條魚今天的午餐吃了什麼呢? 據我研究的結果應該是一些小蝦類的 因為有一些亮亮的東西 殼嗎? 應該是殼 然後有一些沙沙的 好,接下來下一條 下一條,好 其他想要換這個是 釋魄魚 換釋魄魚好了 釋魄魚 釋魄魚要刮鈴要一下子,沒那麼快 為什麼你不會刮到手? 要小心一點啊 其實我一直很想要做一件事在海邊 像這樣的地方,然後一邊輕魚 然後這邊就一個滴汁 然後馬上就煮,這樣子 吳婉魚 交給你了 生火 生火嗎 我應該要帶卡士爐 對阿,應該要帶很多 好 一樣畫活魚 空氣五氣 這次的結構比較強一點 為什麼不要弄到內盪? 為什麼不要弄到內盪? 內盪破掉會有更多血流出來 然後就會不停的 如果他要打破掉的話 他們裡面的東西都長得不一樣 對啊,結構不太一樣 但其實我們在海邊山 有一點好處 一個就是 因為海水的滲透鴨跟魚一樣 所以魚很新鮮 一個好處是 這些廚魚呢 丟了去越螃蟹的食物 就不會浪費 所以我就今天在海邊把它處理完 好了 讚 讚了喔 這隻 再繼續啊 這隻是什麼? 這是獨家魚 下一隻 下一隻可以處理鬼頭糕嗎? 可以啊 可以啊 可是鬼頭糕當然沒那麼快 不會啊 鬼頭糕我覺得很快 而且鬼頭糕我覺得 可能沒辦法在這裡撥皮 可能要撥很久 但是我可以試試看啊 能不能順利撥起來 我不能確定 只要刀子就可以 還是你需要別的工具 撥他的皮的時候 刀子真熟喔 所以現在是阿姊姊 每隻魚都不一樣了是不是 對啊 第三隻 好 還好你沒有失手 把獨家魚丟出去 你說丟錯手是不是 對 這麼快就要來 耶 撞頭戲 撞頭戲 哇 太大隻了 快拿不出來 又亂亂喔 噔噔 噔噔 你說那個 出錯了一個喔 噔噔 這隻是鬼頭刀 然後這隻是公的 怎麼看 我看公母 看牠的額頭知道 牠的額頭是這樣上來 這樣是公的 如果是母的話 牠會是這樣 比較平這樣過來 噢 哇 還好別帶這隻刀 砍完海浪就打上來了 真的是太勉強了 這麼小隻的刀 阿洞我有錄到你喔 真的喔 對 不要 不要嗎 不要 這個無法用手 這是 直腹蛇的外托衣 跟直腹蛇拆掉 我靠後面好大喔 超大的啊 然後摔也超大的 哇 這個結構太 結構太完整了 必須要 用刀子 手無法 快把刀子弄壞欸 哇 他的山也太大了吧 對阿 因為牠這個 牠這個 牠這個 力氣還蠻大的 好 哦 沒電啊 嘿嘿 真的要幫你拿上嗎 真的要幫你拿上嗎 這應該不適合 這應該不適合 這個要打馬賽克 這應該不適合 這個要打馬賽克 那差不多分開了吧 還有點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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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玩笑 可以轉過來給攝影師看 不做魚啊 對 好像就剩一個地方黏著 對阿 短了短了 因為只有那邊有血而已 鹿魚還沒有血 其他地方肉身都沒有血 這現在它就有點血管比較大 是不是 你可以把它拿起來給大家 好 它拿起來嗎 它的內臟可以拿起來看一下 可以阿 好大喔 要研究一下裡面有什麼東西嗎 我們是不是結束在這個血腥的螢幕就好了 是嗎 我已經摸到裡面的東西了 好 一條小魚嗎 喔 真的耶 真的耶 它吃的是什麼魚嗎 哇 它吃一條白帶魚耶 它吃一條白帶魚 整個在裡面打結了 我把它打開 把它救出來 好 我看到白帶魚的魚頭了 不會太餓了 不會 你不要把白帶魚帶回家嗎 大概不會 它已經吃過了 還要再吃 我不想吃它吃過的 哇 哇 我覺得我好厲害喔 好厲害喔 我光看頭我就知道是白帶魚 而且是半龍血狀態的 而且它還有小魚耶 這是小魚嗎 還有其他的吃小魚啊 還有其他的吃小魚啊 我們馬上去問螃蟹吧 好 東西不能搭配 它竟然吃了一條白帶魚 太厲害了 還要繼續嗎 好那就這樣好了 可以結束了 好可以了 因為還有很多其他的 謝謝我們美麗的攝影師老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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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老楊